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张英宏对王天一这个队局应该说两个人质量下得还比较高 中局双方拼得比较厉害 当然最终是王天一既高一筹还是取得了胜利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 红方第一步棋走郭公炮 黑方是骑马应对 张英宏是厦门队的主教练 应该说这两年为厦门队的建设也是费了很多的心思 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王天一现在是代表杭州队 接下来黑方走居酒平霸 张英宏选择的是过攻炮 这个过攻炮应该说就是一个着重斗散手战的这么一种走法 但是由于它这个炮定型的比较早 它有它天生的一个弱点 就说这个子力容易形成左翼过于凝重 过于这个拥塞 一旦运转不好 将来就是互相撤走 是 所以说走这个炮 没有成为主流 只是我们偏爱这个布局的选手 对它情有途中 偶尔出现一下 总概率 现在来看 现在联赛最高的概率 还是先止路飞向和当头炮 先止路飞向 这个三路成为最主流 其次是骑马局 过攻炮 视角炮 这个整个加起来 也就是成为一个稍微偏门一点的体系 吴方选冰三级 那郑一红对阵王一 他也没有去退缩 也没有说去像有的棋手似的 碰着这个决定高手 我赶快背一个何吉普吧 他还是比较自然的采用自己的熟悉的招法 黑方炮八瓶酒 三不五 量居就是使自己的八路居通畅 这个也正招 红帮跳正马 黑帮足断轻衣 对 红帮跳正马 也是当前的一个比较正常的下爬 除了这个以外 可能也就是走向西进五 或者马八进九 跳正马以后 一般来讲 应该是跟八路炮配合 走炮八进四 这招棋呢 应该说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四五 是 那实战他也没有进炮 他选择是 就这招棋就是应该跑八进四 跑八进四 跑八平九这招棋呢 就小有问题 张欧生这个开局阶段 平边炮 对 就是他不站好以后就有平八亮居吗 这个棋呢 从实战的结果上来看呢 我们看红方啊 这个先手就好像看不到什么先手了 是 就找不到红方有什么便宜 黑方呢感觉到比较舒展 所以这招棋严格意义上来讲 就是一个有疑问的布局一行 如果要给我说的话 当然说我说的这个比较深 对 这个适合于这个半专业以上的选手来听 就说这个概念 这招棋呢 总体来看也算一种变化 对 但是从穿业的角度来讲 这招棋就走亏了 是 作为我们向其的选手呢 必须要精益求情 就是有一点难受的地方呢 你对王天一这样的选手下 你就会施展不开了 对 所以这棋正招跑八进四 黑方马上进三 可以跑八平七 黑方向其进五 跑八平三 这个呢 都经过大量的验证 对 双方可战 跑八平九 黑方呢 主要马上进三 主要这个鞭炮啊 它将来发挥的这个能量啊 它不是那么有力 接下来黑方就比较积极 马上进四 对 好像以往都是游走这个拘一平二出来 马上进四有 这拘一平二呢 就显得比较单调了 但它是不是就跑八平九这种走法 它以后可以跑九进四 对 它去八进四 然后你对击它对了 它给它打出去 对 那它就是希望 黑方马上进四 就比较积极 对 它实战马上进四跳上来 马上进四呢 最主要一个是马上进三 再一个炮二平五 缓冲炮 对 红方正好对付红方这个六九炮 它是一个非常恰当的走法 是 红方 这个棋呢 就是稍嫌有点尴尬啊 是 就是布局阶段呀 由于这个郑一红呢 选的这个招法呀 不是特别恰当 布局就让黑方呢 直接反击了 所以我认为 已经很满意了 这是布局的一个失策 就说是 尽管红方下棋呢 倒没有很保守 是积极的 对 但是这个策略定得有问题 是 红方接了 聚八禁五 看起来很厉害 黑方炮二平五一还 对 直接就先还个中炮 你不能吃兵啊 你吃兵人家等你 那这空头炮 这是受不了 对啊 所以红方又得补齐 你看你 无论你炮罗金二 还是他实战补的事 对 黑方都有马起腿五的齐 对 他是自己补了一手 炮罗金二也差不多 对方也可以马起腿五 他是走了一个马起腿五回来 对 这招期呢 就是说王天一呢 是想呢 把这个局面呀 走得更复杂 然后战线呢 给你拉得更长 是 从一般的旗改上来看呢 灯中兵呢 也是可以的 好像灯中兵 对 就是比较简单 是 就是黑方呢 你这么一看呢 也没有任何毛病 你也只好灯啊 对 交换了 你不能不灯啊 灯一僵 然后还得 那红方这个相怎么补呢 你补三下 这个幼居永远出不去 对 你摆头炮再回来 那对方先手打你 嗯 你只能吃兵 对方 飞个相 相三进五 可以 嗯 或者相机进五也行 对 飞相 红方还得再逃居 黑方 居八经六强 居八经六 对 这个期黑方也很满意 嗯 就是说黑方呢 既可以简单的呢 获得满意局面 就开局就黑方就 对 所以说红方啊 这个走法啊 就是 如意吃亏 可能就是他 平鞭炮这种走法 对黑方的 针对性不强吧 嗯 对 红方这个鞭炮 定型太早 对 那他没有针对性 但是对方人家那个 是 居二向没有定型 可能更想着让黑方 居一平二出来 对 他这个就效果 黑方这个马气队伍呢 应该说 红方 适次进五补完了以后 对 马气队伍 应该说走的也是不错 对 红方又不像 走了一个相当境 啊 为什么红方不敢去吃 吃的话有风险 比如说你冰淇淋 比如说我们假设 对 黑方 马五进三 马五进三跳上来 嗯 你居在退的话 人家吃了以后 炮酒退一 这好像这个七路线 挺有问题 炮酒退一 嗯 如果你吃的话 我们看啊 这个狙啊 就走到手中去了 对 黑方最简单 炮五瓶六 炮五瓶六 以后三进五一飞啊 这狙可能要丢 一飞向 金炮一打 就把这个狙打死了 对 对方通过这个摘跑 嗯 炮六进一 将来就把这个狙呢 活活的陷死了 嗯 就是红方呢 大死刀不丢 但是这个棋 就很被动了 对 所以说 现在这个 他还不太敢吃这个狙 对 他这么吃的话 对方也是上来 嗯 啊 你他将来呢 我们再摆摆啊 对 飞向 飞向 黑方 狙一 平二 出来 啊 如果你狙一的话 那这狙还是很危险 是不是就这么来了 对 啊 这个狙 你在抓他的时候 他先可以捕一手吗 他就直接飞吧 他飞也可以 对 就是说你这个狙就要丢啊 是 你长一步他打死你 一狙二的话 开狙那肯定有黑帮 肯定满意 啊 如果不这么走的话 那如果你飞向 他出狙 他出狙 你狙退一步 那这个 七路线可能也还是有问题 狙退一步 或者说你出狙吧 他飞你 嗯 飞 狙步的进 进他马斯坚 只能退 退呢 黑方先 狙二进八 以后再马斯坚 还有点 这招极很厉害啊 我们给大家摆点手段 对 呃 向其呢 这个中局的手段呢 也是有一些呢 这个很重要的 攻击的 啊 方案 是 我们现在给大家摆的呢 就是这个 很凶的一个攻防 黑方进狙一点 下步棋 看着马斯坚 还有狙二成三 这个勾马 这不仅丢子 这个 狙也走得很 辈子也很尴尬 这个棋就说的 红方呢 非常的凶险 啊 对 所以说这个狙呢 他不敢去吃兵 也没有机会去撞兵 所以我们看到 红方这个狙八级五呢 实际上呢 没有起到呢 先手的作用 对 黑方这个马七退伍 把自己的这个 嗯 马都给投挪好了 对 红方只好去飞向 黑方 马五级三 他在马五级三 他还是不敢吃兵 嗯 他局八退二 他局八退二回来 因为吃兵的变化 我们都给他摆货了 对 这样我们大家看啊 嗯 黑方呢 通过自己的子力的协调呢 等于是这个阵型很开了 是 红方走了半天呢 你看这个左翼啊 不好舒展了 对 就 所以说我们可以下一个定义 就是红方这个泡花瓶酒呢 就是没有先手 反而遭到了黑方的 有力的反击 直至反仙 所以说这个棋 红方这种走法 我估计郑一红 下次不敢再走了 是 黑方 居一平二 对居 居一平二 郑一红呢 可能对这个 光炮呢 还是很熟的 对 但是可能他对这个体会呢 没有下之前 可能没有这么深 对 下完了以后呢 我觉得他可能会 回去总结了 是 由郑老师带领的这个厦门队 前六轮还是下得不错的 对 也是排在了基本榜第一行列 郑一红呢 是1975年生人 他也曾经在北京的上国大学 北京的上了几年 后来呢 这个厦门组队呢 他就回到这个厦门去 参加比赛 后来是到了这个厦门港务局工作 后来又从港务局出来呢 现在是 在厦门呢 这个体育局的 下面呢 就专门来组织这个 向甲这个队伍 对 洪方接受对局 这时候对掉 一红呢 为这个厦门队的这个 这个成功的 那个角逐这个向甲呢 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现在啊 洪方也只能对局 对了局以后呢 他如果局局平次 被对方马上进三呢 显得太协调了 对 所以洪方呢 现在这个鞭炮终于打出去了 他索性就炮久之死了 先打一个再说吧 这个时候打的呢 还是对的 然后黑方走 黑方就是马四进五 黑方如果马二进三被洪方 对 他可能有个炮久 他直接炮久平三 炮久平三也可以 炮久平息弄里面也行 是 这个其实就是黑方呢 感觉马二进三 没什么意思 就先马四进五 对 先交换 先吃一个中兵再说 这儿洪方也只能马三进五 黑方炮五进四打掉 炮五进四打掉 这个呢 就是进入了中局的这个战斗 是 到底这个棋局如何去发展呢 稍后呢 我们将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待会大家继续来收看 现在呢 这盘棋呢 进入了关键的地方 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呢 继续回来 我们接着给大家讲解 郑一红对阵王天一的这个对局 红王这个地方走炮流进四 先走一个闪机 来看一下黑方的应手 这招机走的呢 我认为呢 还是不错的 对 对黑方呢 有一个考验 就黑方这个炮 到底是退一步好 还是退两步 是 这个临场呢 因为毕竟是快起 对 因为我们本届下大联赛 仍然采用的是二十加五的快起 那么王天一呢 临场就是选择了炮舞推二 这招机呢 事后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呢 就是这招机 还是不如走炮舞推一 这个炮 到底是推一和推二 主要是一个空间 到底是什么地方 立于呢 他这个舒展 记得阵型 炮舞推二 后来呢 对方又炮舞机 又有这么一个动作 大家也能看到 那他如果炮舞推一 他怕什么呢 临场当中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临场啊 这个王天一选择是炮舞推二 但是不如走炮舞推一 对自己更加有利 这个其他 肯定是第一感觉炮 对 第一 对 就是吃东西 这是最厉害的 那黑方马上进三 对 这个地方 红方不能炮舞推一 炮舞推一 一捉就能抓 抓住了 这个只能炮六级一 进 这个地方如果上将的话呢 红方就居一平四 那红方还是 或者炮五平八 都可以 对 这其黑方呢 有一个好奇 就是走居八进二 来破队 你炮六平一 人家马三进五 马五进四了 这挡不住了 对 他只能炮六平五 这么僵 那么黑方 马三进五 吃炮 炮五对三打回来 黑方可以借力实力 对 正好跳马灯一下 对 这个旗啊 红方就比较吃亏了 嗯 他是不是还得马七 退 退九或退八 退八可能更安全一点 对 就是将来 我马八进九 然后黑方这个时候 走点拘 点拘就是必要的时候 一抓 就把你 赶离这个中路 所以红方这个 中炮是立不住的 对 红方这个主要 那个马上不来 他出居 黑方这个时候 还不用着急抓 因为抓他有宝 下部有初帅 反击 黑方可以先炮九军四 这儿红方呢 你一长起来的时候 他再抓你 对 你再宝 他就有炮九退一了 所以这个局面呢 黑方是握有完全的主动 对 这个兵线站着 然后你中炮也立不住 应该说 这么走呢 王天一呢 优势会更加的明显 看来这个炮五退一 跟退二这个 细微之处 还有变化 对 所以说呢 有的这个人说 王天一是不是软件 这个肯定是 根本谈不上的 对 你看这个 还是人的思维 对 炮五退一 明显呢 就比炮五退二要好 但临场当中呢 黑方还是选择了炮五退二 这个棋就是 稍有一点缓慢 这马是在这了 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很细的地方 是不是这时候黑方 红方就可以炮九平五 就是说王天一呢 下棋呢 他也是呢 有一些软招了 对 并不是说的完美的 但是他整体来看呢 他下棋比较积极 对 比较流畅 他的棋呢 也比较呢 耐人呢 回味 所以说呢 并没有说的 像一些这个 人物质能软件 说的无懈可击 这个 对 世人都做不到了 是 他这时候是不是就 炮九平五 对 他炮五退二了 红方就应该走炮 九平五了 如果你在马二进三 在马二进三 可以炮路径一 对 如果你再举发箭 我一将打回来 没有马五进四的一个起 你马给你封住了 那只能上降了 上降的话 他会炮我平八 可能先躲开 对 防止你这个 降我们四吃走 对 这儿红方呢 就说的问题不大 对 就说现在兵足呢 红方还多一个 将来呢 可以出局 还可以八路炮 退回来防守 这个其实就是 双方的差距的 就比较小 对 所以作为黑方来讲呢 这个地方呢 是给了对方一个 机会 这个炮五圈 就是走的 小有问题 但是 郑一红呢 临场也没有抓到 他走马二进三 他先出局 黑方马二进三 黑方马二进三跳上来 红方炮就平七 按照正常的思维啊 我觉得还是应该补一首相 对 相三进五 补手相这些 红方还是有一些问题啊 这个 红方这个棋呢 肯定是要稍差 对 因为这个局 抬不起来 一抬人家 对方一僵 你得去白走 对 黑方可以再断 那只一跳 又怕对方抓 这个马很难受 可能红方就要走 这种特殊的手段 送 然后这个马借力实力 再往上跳 那对方平 红方再上 就说强行 往里跳 可能红方也没有 更好的办法 是 但是黑方这个棋呢 他可以棄这个足 进居 下部棋盯着你这个居 八平三 主要红方这个四路居 抬不起来 挺 对 挺难受 这个棋呢 应该说呢 红方呢 就是还是呢 起码你少兵 对 发展下去呢 还是黑方呢 比较优势 对 黑方呢 就是不像呢 就是说常人的思维 但是王天一呢 他呢 就是下棋呢 胆量比较大 他就像就不要了 他就居 八经六直接过来 对 他直接进了一个局 他为了封你这个马 他怕你这个马上来 对 但这个棋呢 就是说也有风险 或者说呢 也给对方打像的这个机会 红方实战走得挺巧 他先走了一个居四进五 居四进五这条棋呢 对 看上去呢 觉得还是不错 是 你有炮七平五 打中足 是吧 是一个先手 但是我后来看这个棋呀 这个居四进五啊 还是没有必要 居四进五没必要 就是居四进五啊 看起来也是不错 但是实际分析起来 不如打像好 直接打像 打像你看 我们把线变好 炮七进三 打像 直接打一枪 那黑方只能 十字进五是不是 十字进五补一手 红方呢 这个时候走炮六平八 这是什么作用 你不敢去吃我兵 这有个炮八进三 这个送橘 送炮就把橘打了 对 那黑方呢 可能就得出将 是不是 对 或者说你先飞个像 你先飞像吧 我炮七平就交叉 你再出将 这个地方红方可以 居再长起来 向这边去靠拢 你居将我就回来 所以说这个棋 黑方呢 也是比较有顾气的 黑方这七项 还是有一定风险 对 就是黑方呢 这个棋呢 还没有那么容易 就赢棋 比如说你在上瓦 当然我不能顶你啊 对 现在红方呢 还有办法 退炮打这个局 或者僵一下 当然直接泡滑腿也行 是 僵一下 然后退炮打去 也可以 主要是 红方把自己的兵线 你如果僵我的话 我对居 对了以后 这个棋啊 基本上差不多 因为将来红方 有一炮队对三 可以打这个兵 对 如果你吃我这个兵的话 我正 橘四平六 橘四平六 转化了 这个棋 红方也不见得差 是 双方互有顾及 这个局面 所以说红方呢 我认为 打一个像 是更加的实惠 打一个像 更利于后边的战斗 实战当中呢 他先走了一个 就是 看起来 打中兵是一个决心 但是被对方 炮金一走了 这个局还是有担心 你再打像 跟刚才的感觉 就不太一样了 但是他可能也是 积极点就算 把像打掉 你觉得还是打了算 对 还是打了算 打了在 打了在炮六平三 在炮六平三 对 但是这个棋 还是差一点 这个棋 不如这个局在底线 这样子棋 可能双炮分散了 这个棋 黑风就得炮九平六 你这挺痛苦 这个棋 这个棋 这底线老漏着风 将来呢 这个棋 还是黑风 有机会 黑风可能出降 都把毛病先补了 对 就是红方 现在没有反击的 这个棋 我觉得 不如刚才那个走法 好 但是这个走法 也要比实战 要好了很多 实战当中 这个郑一红 这个可能太想 把这个马走活了 对 因为这个局 点在这 这个马老上不去 他想投入战斗 这个人呢 就是说的 老受压制 他就把这个兵 撞起来 但是这部棋 看似是一个好棋 实际上呢 是滑而不实 对 这个棋 反而呢 迅速的恶化了局面 就是说 他本来是 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手段 对 但实际上呢 虽然这个对兵 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是后来的 这个局面呢 变得呢 越发呢 不可收拾 对 然后把兵吃回来 他是想把马走活 以后还可以 马西星六跳上 这方平均一压 嗯 他当时呢 设计比较巧 他认为初帅 对 你吃我马 我不平暴打霜吗 对 但是这个地方呢 被对方 他好像吃马也 也是可行的一个选择 吃马也行 对 你一打我就聚三平二 打掉 吃了我退居捉胖 好像也是能得子 对啊 所以说这个红的 他也就是时间紧张 一慌乱下 对 所以说这个红的这个棋啊 就是走假了 对 就这个战术本身也不成立 啊 常丹这个给大家介绍的 这还是捉双 一捉 你两个炮 肯定是要丢一个 所以说这个棋 他也冒不下 嗯 基本上也要输 但是王天一呢 临场没有选择这个变化 他是想走得更积极一些 嗯 他不着急吃走 他炮九平六 对 他僵了一句 然后 红旁就很难受了 进担不行 这个炮丢了 他只能去四平七 平七可能玩强一点 对 平七人家马三进一 这也亏 或者不过像啊 他走橘子平二 实战他是走橘子平二 哦 他橘子平二 实战橘子平二 对 这样人家再吃 叫沙 嗯 你要退居 人家再举九平三 那就完了 对 对 所以他没有办法 他又出帅 这个肯定时间紧了 那么王天一很快形成了 沙舟 对一将 一将 你现在只能垫居了 他还垫居 对方 这会儿王天一就是走得很准确 退居 退居 猪居 红方只能连 他只能马七进五跳上来 你再跳 马三进四就蹬死居了 对 跳 然后黑方马三进二 马三进二 马三进四也可以 马三进二 对 金二呢更加的活跃 嗯 这个棋 红方呢就 很危险的 不能让人看着马二进四啊 他所以他炮击机一打了一下鞠吗 对 对方鞠 江 江了两鞠 下降 下降 他再江 然后黑方走马二进三 走了一个马二进三 嗯 他除了上马以外 实际上退居也行 对 这个地方你退居 退居好像挺厉害的 你这个马好像也很难逃了 嗯 或者他现在直接炮六瓶五江 因为你试五进四 他居酒瓶四 这个吃尸还挺厉害 都行 就是黑方有各种手段 对 那实战呢 他就走马二进三 我们看 我们看看实战啊 黑方马二进三 也比较好 嗯 红方炮 七进一吧 对 炮七进一走的 他是走的 他这个时候呢 炮了平二 对 炮了平二 他先僵了 闪了一僵 然后他居四平七 对 对 因为这个棋 他也不能知识 这是正好这个G7 G9平四把试吃了 人家还挺厉害的 就简单吃试就可以了 对 因为你这个G受签 你全是后手 吃了以后 人家这点一僵 怎么还有底线一僵 马三进二 主要四路鞠被牵着住了 对 这个肯定就不行了 他只能G4平七 对 黑方退居 对 然后他退炮打了 就是这个棋呢 他应该下降 下降顽强一些 比实战要好 对 但是呢 这个棋 王天一肯定时间紧 他也凑铺 实际上黑方呢 可能还有僵 这个地方他都不用退居 就直接点僵 就能够形成杀势 对 我们只能知识 黑方再进这把一僵 你不用电鞠 电鞠他点死 下不来降 他只能再知识 然后黑方呢 走 再退居 对 这是杀 他可能得先下一步降 这个地方呢 你不能退居 退居啊 我们看啊 一僵 你只能知识 他杀马一僵 你进降和落实 结果是一样的 这其黑方有一个妙杀 怎么妙杀呢 就是居坎相 这个地方都是手段 就是你有 刚才有事就是这样 没有事都是一样的 你上帅一天 对方泡六平 这是一个非常精妙的杀法 所以说这个棋 这个红方可能是丢子 而且也是 丢子还有公式 有公式黑方 所以说这样子就不行 他只能下降 下降的黑方先回马 对 这是杀 这是吃马 对 这个棋黑方就 这个太危险了 也是锁定胜局 所以这个走法呢 黑方就可以马上取得胜局 实战当中呢 黑方是 实战黑方呢 这个时候是先走了一个 居酒退三 先看一下红方态度 如果你下降 对方就这么来了 对 那红方也是时间紧张 就直接把马给交换了 这儿黑方呢 也比较简单 对 正好居一将 红方只能知识 然后居六平五 这个 杀一将 不能再落实 只能 再落实 对 居一将又抽紫 或者炮二平六 对 或者吃炮都可以 只能 摔四平五 然后它就一个炮二平五 这好像是要丢子了 这个地方它就是居五平四 居五平三 对 双打 最后的两步棋是 江 你先别摆这个江 你先摆居七退一 居一退一 它如果走居七退一的话 这个棋黑方就可以走炮五退一了 对 炮五退一退一 为什么走炮五退一呢 如果你走足五级一 这个棋红方有这么一个救命的手段 有一个患子的机会 对 无论你拱还是鞠吃 它都有一将可以把你打回来 对 这个棋黑方不一定赢得了 是 如果你不将直接走这个 它就退步了 这个棋黑方也可以多次锁定胜举 还是居五平四跟居五平三两个走法 对 红方 红方呢是等于先一将 对 他落势 他再退局 那黑方就走足五金一了 对 这里没有炮了平五江了 这儿呢 红方就主动认负了 因为这个老帅没地儿逃了 对 对方居五平四 居五平三呢 必得齐 然后红方呢就认负了 那么最后一段呢 应该说王天一啊 这个误局啊 还是比较精准的 对 令红方呢没有办法呢 能够抵挡住这个攻势 呃 也非常感谢大家呢 今天陪我们一起呢 欣赏了一下这个 呃 郑玉红对王天一的这个向甲的对局 向甲呢 这个战线比较漫长 对 最终呢会在今年的12月底呢 才能落下帷幕 也希望大家呢 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也继续关注呢 向甲比赛 好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朋友们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